欢迎来到威尼讲故事,我是主播威尼 我叫陈薇,是一名刚离婚的少妇 前几天妹妹订了泰国七日游,准备和妹夫带我去海边散散心 但没想到,她的护照过期,最终只有我和妹夫登上了飞机 更离谱的是,酒店居然出了差错,只留了一间情侣大床房 把行李箱放好后,我和妹夫相顾无言,都有些尴尬 我,我先去洗澡 孙蕾首先打破沉默,冲进了浴室 看着她狼狈的身影,我不禁有些好笑 等她进了浴室,我把内衣裤收拾出来,准备一会洗完澡再换 这时,浴室毛玻璃上映出孙蕾的身影 我脸上一红,挪开视线,却在浴室外墙发现一个按钮,顺手按了一下 结果却让我大惊失色 浴室正对着床的玻璃墙,竟然渐渐变得透明 不过几秒钟,孙蕾的身影就变得清晰无比 还好,现在她正被对着玻璃洗头,看不到这边的变化 但她宽厚的背部,匀衬的线条,结实的大腿 却都让我看了个一清二楚毫无保留,只看得我心脏狂跳,呼吸急促,脸热心燥 这时,孙蕾慢慢转过身,头部上痒,任由水流冲去头上的泡沫 啊! 我心里惊慌,趁她还闭着眼,急忙去按墙上的按钮 可就在玻璃重新变模糊的瞬间,孙蕾将身体完全转了过来 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向下一去,瞪大了眼睛 之前妹妹悄悄向我透露,说孙蕾那方面很强,总是弄得她下不来床,整天腿都是软的 当时我还不信,没想到她竟真的是天赋异禀 难怪妹妹皮肤越来越水嫩,原来是被孙蕾滋润的缘故 不是我自夸,从中学开始,我就是男生口中的校花,一直不缺各种男人 结婚后,我一直坚持练瑜伽,各方面保养得都不错 不但保持着少女时期的苗条身段,而且胸更挺,屁股也更翘了 加上少妇特有的气质,对异性的吸引力不减反增 这一点,从我身边从没断过的追求者,就能轻易推断出 但此时此刻,拿前夫和孙蕾一对比,我突然羡慕起妹妹了 过了一会,浴室的水声停了,孙蕾只穿着沙滩裤 浑身带着湿漉漉的水汽从浴室走出 想起刚才看到的画面,我的脸瞬间通红 像要烧起来一样发烫,随手抓起睡裙,袍一般冲进浴室 其实我并不是道夫,最近几年也只有前夫这一个姓伴侣 即便他出轨离婚,我也是一直憋着欲望 从未有过与他人上床的想法 可是现在,我茫然了 或许因为太久没有被满足过,就在刚刚那一刻 我甚至生出扑上去亲吻孙蕾腹肌的冲动 这种感觉,让我有些刺激,又感到有些羞愧 我真是疯了,竟然想和自己的妹夫上床 念头一起,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急忙捂住发烫的脸 不,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这样肯定要出事的 忘掉,忘掉,全部忘掉,我在心里耐喊着,强迫自己站在淋浴头下,不再去想孙蕾的身体 可是我失败了 只要一闭上眼,那不可言喻的画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就在这时,我看到浴室的墙边,有个和外面一模一样的按钮 身体比思维动作的更快,还没反应过来,好奇的我就已经按了下去 结果,玻璃墙再次变成了透明 床上正在玩手机的孙蕾扭头一看,顿时愣住了 啊!我的身体像出了电一样,条件反射蹲在地上捂着脸 反应过来后,又着急忙捂住下面,羞囧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整个人缩成一团 我能感受到孙蕾一直盯着我看 想到自己的身体正被孙蕾看得通透,我慌忙哆嗦着手指去构墙上的按钮 不准看 玻璃墙再次变得模糊,我双腿一软,彻底瘫倒在地上 温暖的水花自上而下洗刷全身,我闭上眼睛努力放空大脑 仿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压抑住我心脏的狂跳,灵魂深处的渴望 我不敢承认,就在刚刚,孙蕾炙热的眼神,在我体内掀起了巨大的快感 一想到卧室只有一张床,而孙蕾正在床上等着我 我就感觉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像爬满了蚂蚁,又痒又妈,忍不住地发酸 比起肉体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沦陷更让我感到羞耻 这欲望就像海啸一样,来得那么凶猛 而心理上的防线一旦出现缺口,那么身体在坚固的保护也会慢慢松懈 直至被彻底击穿 洗完澡,我准备换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进来的太急,只抓了睡裙 忘记拿换洗的内衣裤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如此,不如不穿了 我就像被催眠了一样,直接把杏色的低胸睡裙套在身上 出了浴室,感受着这裙下的凉爽 我的心跳得像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 这是我头一次做如此疯狂而刺激的事情 出了浴室,孙蕾主动向我迎来 姐,你头发还湿着,我帮你吹吹吧 我有些不敢看她的眼睛 但是她一副没事人的态度 我也不好拒绝,只能鼓起勇气坐在梳妆台前 一侧眼,我看着墙上的镜子 镜中的女人面色飞红 眼睛水汪汪的 仿佛眉梢眼角都戴着春意 就好像,就好像在求欢一样 那是我吗?一瞬间,我的身体莫名变得兴奋 原来自己欲求不满时,是这个样子 像是早有默契,孙蕾抓起我的头发 一缕一缕地吹起来,看起来认真极了 吹风机的轰鸣声中,男人筋实厚热的腹部在扩张 顶着我的后背 都是结过婚的人,我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 可是,这种和异性直接触碰,而产生的强烈感觉 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孙蕾动作愈发大胆 我的后腰也软软地折着 像要向后倒下去 只觉身子一阵阵发酸,发软,骨头里没劲 甚至有点享受,不想让他停下来 随着吹风机安静下来 男人沙哑着嗓子,吹好了 我默默地上床,钻进被窝 孙蕾关了灯,从另外一个方向上了床 黑暗里,我们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彼此的想法心知肚明 但就是迈不出那一步 好像谁先开口就输了似的 我偷偷掀开被子一个脚 看向身旁的男人 心里居然有些失落感 难道他对我没兴趣吗? 可明明是他先占我便宜的 想到不久前惊鸿一瞥的那话 刚刚就紧贴着自己 我辗转反侧,彻底失眠了 眼睛一闭,想得是那当事 眼睛一睁,想得还是那当事 想得我全身都燥热难当 忍不住悄悄在被窝里吞去睡群 可是这样一来 敏感的肌肤和被子直接摩擦 让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敏感 从我懂事开始 从来没有如此想要一个男人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孙伟居然还没睡着 听到声音后立刻关切地问我 没,没事 我羞得把头都埋进被子里 只发出微弱的声音 你怎么还不睡? 我平时都是抱着飞飞睡 现在突然一个人,有些失眠 原来她每天晚上还抱着妹妹睡觉 我悄悄咬紧了下唇 要不,你就把我当成飞飞吧 抱我也一样 反正,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不说我不说 没人会知道 我的心砰砰跳个不停 这两句话几乎就是在明示了 房间里又是一阵幽际 只有两人的呼吸声 但孙磊的呼吸却变得粗重 那我可以从后面抱吗? 我点点头,顺从地转过身子 她双手握住我的腰 一点点向我挪动 终于,我们贴在了一起 刹那间,我只觉得自己灵魂升天 羞耻的底线被彻底刺穿 就在这时 一阵催命般的铃声突然大噪 这声音当时将我的思绪拉回正道上来 浑身重重一阵 耳边嗡嗡作响 孙磊也慌作一团 被吓得不轻 我慌慌张张地拍亮床头灯 驱散黑暗 孙磊目光闪躲 在光明降落之后 自觉与我拉开了距离 看见他的神情后 我的理智才瞬间回笼 脑海里警铃大作 我刚刚竟然差点就酿成大祸了 我剥了剥凌乱的发丝 在枕头底下找到手机 看见屏幕上显示的人后 更心虚了 你们到了吗 还没睡吧 心脏像是有一万只蚂蚁 在上面啃咬一样 羞愧和懊恼将我淹没 我怎么能做对不起飞飞的事呢 暗暗握紧了拳头 壮落无意地回到 到了 准备睡了 你放心吧 陈飞接着嘘寒问暖了几句 见他这么关心我们的情况 我肠子都要毁清了 幸好他及时打来了这通电话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挂掉电话后 我垂头丧气地拢了拢头发 筋疲力竭地长舒一口气 尘埃落定后 谁知道孙磊又挪了过来 看样子还想跟我亲近一番 我这下真是心如止水了 对于他的突然凑近 我像被惦记了一般墨地躲开 孙磊 刚刚是我冲动了 请你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全都忘掉吧 他周身的温度骤然下降 拧着眉不解反问道 你明明也很想的 我打断了他的话 根本不敢回想 刚刚失控的自己 好了 别想了 你跟飞飞好好过日子 才是正事 孙磊不甘心地盯着我 还想再说什么 最后还是噎在了唇边 今天晚上 是万万不能再睡在一张床上了 我从柜子底层抽出几张床单和被子 细心地给他扑在地上 我不由分说地感人道 今晚 你打地铺吧 晚安 不等他回话 我就关了床头的灯 卷起被子 对对着他睡去了 整个晚上 我都睡得很不踏实 翻来覆去的失眠 好久都没有这样子了 隔天 我比闹钟醒得都早 去浴室换好一身新衣服后 便捏手捏脚地走出了房间 马不停蹄地在前台重新定了一间房 幸好有人刚刚退房 要不然这几天睡觉都不踏实 自从那天之后 我总觉得 孙磊看我的眼神不太对劲 我便有意在躲塌 连续七天的泰国之旅 我都没怎么出门 不给孙磊任何靠近的机会 一直到回国的那天 我和他在机场会合 看到他脸上那不甘心的表情 我才暗自庆幸 自己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几个小时 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 出国一趟 我的心情没有放松多少 感到压上了另一桩沉重的巨石 妹妹和妹夫之间的感情 或许也出了问题 下飞机后 老远就看见妹妹在街机口等着我们 青春洋溢的 一如我记忆中的小姑娘 永远擒着和善甜美的笑容 姐 你终于回来了 想死你了 她一个雄抱 就扑进了我的怀里 紧紧抱着我的腰 抒发许久不见的思念 我摸摸她的脑袋 宠溺到 都多大了 还这么年姐姐 另一边 孙雷打趣地调侃她 你就不想我吗 陈飞绝了绝唇 埋进我的怀中 才不想你呢 看着可爱懂事的陈飞 那天夜里 差点铸成的大错 再一次警醒了我 以后 要对妹妹更加好才是 为了去泰国玩 我向公司请了年假 这下一回来 手头上的事情堆积如山 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每天沉浸在工作中 泰国发生的不愉快 也被我抛在了脑后 这样充实的生活 正是我想要的 前夫攀彬 却和我想得大相径庭 他需要一个顾家的老婆 可我不愿意为了家庭 牺牲自己的事业 矛盾和隔阂 就是在这时候 慢慢积累出来的 结婚两年 我暂时没有 要孩子的打算 可潘家却急得不行 三天两头地催生 我不满于潘妈妈 几次三番地催促 潘彬也不站在我这边 免不了争吵 争吵多了 久而久之的 我们之间感情就耗光了 终于 上个月我主动向她 提出了离婚 结束我的第一段婚姻 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 这天我加班到很晚 等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快凌晨了 为了能离上班的地方进点 现在的我 暂居在一栋公寓楼里 楼道里还是感应灯 就在我困得快要睡着了的时候 感应灯因为我的到来而响起 随着眼前的遗量 一个庞大的人影 突然出现在眼底 吓我一跳 这个人就蹲在我家门前 埋头坐着 身旁还有几个酒瓶子 闻着醉醺醺的 酒气醺天 我的困意 被她吓得一扫而空 因为看不清脸 我也不能确定这个人的身份 只能一边从包里摸索着随身携带的防狼喷雾 一边试探地询问道 这是我家 请问你是 那人终于有点反应了 动作缓慢地抬起脸来 我这才认出来她 竟然是孙磊 我拧起眉头 对于她的突然叨扰有些不解 拍了拍她的肩膀 孙磊 你怎么在这儿 飞飞呢 见她已经醉得说不出话了 我赶忙掏出手机来给妹妹打电话 可是她的电话打不通 那边显示已经关机了 再耗下去也不是个事 我只能先绕过她打开房门 把烂醉如泥的她拖进了房间里 怎么叫都叫不行 看来喝得真是不少 迫不得已之下 我只能把她搬到了次卧 半夜突然造访 妹妹的电话还打不通 我真是摸不清 这两口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想起上次的失控 比方万一 我晚上裹得很严实 门也紧紧地关上 才能睡个安稳觉 累了一天 我浑身竭力 被刚一沾床 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着睡着 不知道什么湿润的东西 在我的唇上乱爬 还带着浓浓的酒气 钻进了我的鼻腔里 这感觉有点熟悉 我被这动静从梦中惊醒了起来 一睁眼就看见一个黑影 正浮在我的身上 胡乱地亲着 那张脸不是别人 正是喝醉的孙蕾 反应过来后 我剧烈地挣扎开来 使出全身的力气 推着她的胸膛 却根本难以撼动她的力量 我急得手脚并用着踢她 混乱之中 还扇了她几巴掌 可她的动作 并没有因为我的激烈反抗而收敛 反倒更加增长了她的气焰 心里慌张地要命 只能使出浑身力气打她 其中应该是碰到了她的关键部位 只听见她熬得惨叫一声 就捂着下边痛得打滚 孙蕾 你到底要干嘛 看她疼得厉害 暂时放弃了抵抗能力 我眼急手快地 从床头柜里找到一瓶防狼喷雾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就对着她的脸喷了上去 这一下 我几乎用了半瓶的量 见她彻底没了动静 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我思来想去的 总觉得不对劲 妹妹和孙蕾 一个比一个 令人摸不着头脑 我今天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这么想着 我找来绳子 把她的手脚都捆在椅子上 接着用一盆凉水兜头浇下 孙蕾当时就被刺激醒了 我暴凶审视地盯着她 逼问 莫名其妙喝醉酒蹲守在我家门口 又对我意图不轨 你到底要干什么 孙蕾垂头丧气地偏过头去 不肯直视我的眼睛 死死抿住唇 看来她是不打算说了 既然来软得不行 我就上硬的 我家里装了监控 要是不说的话 我就报警 实相的话 快点如实招来 这点触到了她的逆临 肯定也不想闹得这么难堪 瞧见她有神色松动的迹象 我继续加以诱导 想好了吗 不如让警察帮你回忆回忆 话音刚落 她就咬紧了牙关 打断我的话 我说 你别报警 在孙蕾的叙述中 我好像重新认识到了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她今天的种种异常 其实是受妹妹陈飞的指使 就连那次泰国之行 也是她一手策划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孙蕾得到我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谁会把自己老公推给别的女人 在我怀疑不解的目光中 她继续说了下去 其实陈飞一直喜欢的另有他人 嫁给孙蕾只不过是权衡之计 她真正喜欢的人 是潘彬 也就是我的前夫 在我没有和她离婚前 陈飞就假借看我的名义 几次三番地前往我家中 制造与潘彬独处的机会 那时正好处于我们的矛盾冷战期 一边是冷漠无情专心事业的我 另一边通情打理善解人意的妹妹 潘彬渐渐沦陷了 之后就和她保持着不正当的地下关系 在其中一次优惠时 恰好被提前下班回家的孙蕾抓了个正着 孙蕾雷霆大怒 当即便想提出离婚 陈飞为了弥补她 便想出了这个法子 来祈求她的原谅 我不信 飞飞跟我从小一起长大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她不可能是这种人 在她口中 妹妹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但和前夫勾搭在一起 竟然还想闹我当作筹码 来弥补她的罪过 这让我怎么都不能相信 或许这一切只是她为了脱罪编出的说辞 我怎么能因为外人的三言两语 就怀疑自己的亲妹妹呢 我手机里有聊天记录 你不信就自己看 我狐疑地盯着她 随后从她兜里取出手机 点进她和妹妹的聊天框里 一条一条地翻了起来 她从公司走了 你快点过去蹲好 来了 这是最近的一条 时间再回到泰国之行的前一天 给我的补偿 你想好了吗 我把姐姐赔给你 你不是跟你姐关系挺好的吗 怎么舍得把她赔给我 塑料姐妹而已 我看不惯她很久了 从小到大 什么东西都要抢我的 我小时候没能力反抗 现在不一样了 我想要的 都可以自己争取到 我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眼中满是痛苦和迷茫 屏幕上的字字句句 像一柄利刃来来回回地 刺在我的心上 原来在她的眼中 我竟然是这样一个姐姐 更没想到 前夫的爽快离婚 也和她脱不了干系 我弃前夫背着我和妹妹婚内出轨 弃孙磊不把妹妹拉回正轨 还要跟她沆瀣一气 也妹妹设计我 最后更弃自己 没有早点发现妹妹的真面目 让这么一个歹毒狡猾的人 一直潜伏在我的身边 我想我需要和她面对面地聊聊 聊聊这些年对我的意见和怨恨 和她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心如死灰地放开了孙磊 淡淡吐出一句话 告诉她 明天下午来我家一趟 我有话当面要说 孙磊正脱了桎 忙不迭地溜之大吉 这一晚上 我接收到的信息太多了 多到我难以承受 几乎是睁着眼 等到了天亮 手机上还躺着几桶未接来电 妹妹再没有回过一句话 亲姐妹之间 又有什么仇 有什么怨呢 说不定都是一场误会 我一定要跟她好好谈谈 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门铃已经响了 我强打起精神起身 整理好情绪 打开了门 来人正是妹妹陈飞 和她身后的孙磊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 她连表面功夫都懒得装了 从前那双灵动活泼的眸中 充满了不屑一顾 不是都知道了 还叫我来做什么 见惯了平日里装出来的妹妹 一下子态度转变 我还没反应过来 微微握起了拳 我正视着她 还是不肯相信 再三询问 孙磊昨晚 是你让她这么干的 陈飞淡淡地承认了 连正眼都不想看我一眼 是 念在亲姐妹的情分上 我压下心底涌动的怒火 能告诉我 为什么吗 陈飞转头怒瞪一眼身后的孙磊 一脸不耐烦地回道 孙磊不是都告诉你了 我紧张地攥紧了拳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陈飞从嘴里泄出一声讥讽的冷笑 那双脆了毒的眸光猛地射向我 把包随手扔在沙发上 开始控诉起这些年来的委屈 别人都说我们是亲姐妹 可谁又知道你偏爱处处与我作对 从小到大 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你一句赞美 肯定都没有 我喜欢什么 你下一秒就能拥有 我永远是两手空空 我想说什么 却根本插不进去 陈飞一桩接着一桩地数起来 是 我是成绩比不上你 没你聪明 学历没你高 那又怎么样 我一直活在你的光环之下 似乎大家都认定 你是家里最有出息的那个女儿 而我只是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花瓶 她声泪齐下地嘶吼着 还有潘滨 明明我比你先认识她 为什么你能做她的妻子 而我不能 她一次性将积压这么多年的冤屈 其刷刷地抖了出来 说完后 整个人舒畅地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插着腰居高临下地屁腻我 接着上下唇半一炮 说出了最绝情的话 我就是要毁了你 要是没有你 爸妈就能看到我了 听她这一番话 我才醍醐灌顶 身体仿佛被重锤 击中一般 无法动弹 整个人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 肩膀无助地颤抖着 还要捂住脸不让别人窥探到自己脆弱 我终于亲口听到了陈飞对我的审判 也意识到了这些年来她扭曲阴暗的心理 而我现在才知道 陈飞竟然比我先认识潘兵 哭什么哭 还以为你受了多大委屈呢 我好像丧失了语言能力 有满腔的话想和她说清楚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整个人像是狠狠被一股力道灌到了墙上 无力反抗 我不知道 妹妹从小就是家里的开心果 在爷爷去世的那年 是她给家里带来了短暂的欢声笑语 她的重要性 我和爸妈都清楚 我们之中无论是谁 都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竟然变成了这幅我不认识的模样 我捂着传来剧烈刺痛的心脏 字字气血 飞飞 你不能否认的是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从始至终都希望你好 陈飞已经走火入魔了 根本听不进去我苦口婆心的挽留 别装清高了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泰国不也差点被孙蕾上吗 她这话戳中了我内心的痛处 眼泪模糊了双眸 让我看不清眼前人的样子 我按住心头 微微喘息 心伤就痛交织在一起 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前所未有的酸楚与愤怒 攻上心头 我只觉嗓子干哑 眼中变得阴晕 这个人 已经不是我疼爱的妹妹了 牙齿死死咬住下唇 我伸出颤抖的手指指向他们 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他们 我要把你们之间的丑事都曝光出来 让大家都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妹妹 会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让你们的家人 领导 同事都看看 他们身边到底潜伏着什么人 陈飞得意的面色一宁 浮现出几丝慌张 见她这样 我长舒一口气 说着就要夺门而走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突然闯了进来 扑到了我面前 一只大手紧接着就逼近了上来 在众人都愣住的时候 静止掐住了我的脖梗 事已至此 你就永远闭嘴吧 一张脸陡然出现在眼前 这人的面孔我再也熟悉不过了 正是处在话题中心的攀宾 喉咙被死死扼住 我根本说不出话 像是生命被紧紧掌控在他人手中 无助和恐惧潮水一般将我包裹住 那种痛苦难以言表 我身体的每根神经都在呼喊着痛楚 我的四肢不由自主地挣扎着 试图摆脱掐住脖子的手 但根本就是徒劳无功 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气息 再渐渐离我而去 可是我不甘心 就这么死了 最后用尽一丝力气 睁开了眼 迷茫的视线中 我只能看到在一旁冷笑得意的陈飞 和袖手旁观 显得有些慌张无措的孙蕾 一颗心仿佛被人紧紧地握住 然后决绝地掏出 扔在冰天雪地之中 在这一刻彻底死掉了 一滴青泪顺着眼角滑下 我认命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 周遭突然响起一阵骚动 警笛声从四面八方钻进耳膜中 那只手的主人也被吓了一跳 赶紧放开我的脖子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浑身脱力地倒在了地上 接着就听到了他们争吵的声音 潘兵惊慌失措地问着 谁报警了 一向畏畏缩缩的孙蕾 此刻却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我不能沾上杀人的罪名 那我一辈子就毁了 你们收手吧 陈飞崩溃地尖叫 像个十足的疯婆子 再也没有往日的甜美可爱 我悲哀地扯了扯嘴角 随着戾气地抽离 意识渐渐陷入模糊 接下来的事 我就是从女警察口中得知的 孙蕾做贼心虚 怕承担刑事责任 在最后关头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才有了我的大难不死 警察及时赶到 当场抓获了两人 他们干出的丑事 最终还是被捅了出来 臭名远扬 万人唾骂 这个城市 他们也待不下去了 蹲了几天橘子管教 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离我而去 兜兜转转 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日子 我想 一个人的日子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自由 本故事到此结束 看完有何感想 欢迎打在评论区 最后别忘了订阅微妙 感谢您的观看